单的时间7月2号 美国芝加哥地区遭遇暴雨 导致部分道路交通关闭列车停运 截至2号中午 芝加哥部分地区的降雨量 已达到约152.4毫米 暴雨淹没了不少道路和车辆 伊利诺伊州警方表示 该州两条洲际公路的部分路段已关闭 另有至少十辆汽车被困在洲际公路上 芝加哥市部分地区的火车 也因恶劣天气停运 暴雨还导致当地多项体育比赛 被取消或推迟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家气象局 已对芝加哥地区的多个县 发布山洪预警 同时要求当地居民尽量减少出行